1月15日至16日 由上海大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 昆剧院联合制作的原创昆曲《扶生六计》 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近三小时的演出 把跨越生死的深情至爱 充满江南空灵优雅气质的故事 呈现给观众 《扶生六计》的故事 发生在江苏等江南城市 作者沈复是清代常州 今江苏苏州人 文章以沈复和妻子陈云夫妇生活为主线 记述了他们平凡 而要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 和游历各地的所见所闻 以往都是演的很传统的这个昆徐 这种这种剧目 但是呢 《扶生六计》 它的这个背景还是比较接近现代 那么它的这个罗州编剧的这个本子 也是写的方式也是很现代的 也不同于以往的这个 从头到尾的这样的剧情 而是倒序形式 有点像看连续剧 昆剧《扶生六计》不同于以往爱情题材的作品 不仅仅聚焦于恋人之间的 你浓我浓 你生活情趣 更是将目光投向于 盗王这一主题 大幕拉开时 云娘已然辞世 茫茫环宇 只留审父孤单单的艺人 宝尝盗王之痛 这便是本剧最核心的主题 用在我们的这个昆曲舞台上 其实一点都不违和 那么昆曲在我看来是很当代的 因为它一直上演着千年不变的爱情故事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新式的手法去写这个昆曲 舞台中间演绎的还是我们原汁原味的昆曲 那么一朝仪式 包括声枪都是很传统的昆曲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碰撞和结合 应该说是比较高级的 伏声六计 除了夫妻间的生活情趣 更有人物命运和心理状态 复现了生活在两百多年前的作者的自我痛苦 自我挣扎和自我跪戒 呈现了古人和我们息息相通的心理探寻 那么我们这一次上演的伏声六计呢 反映的不是他们的平淡而有情趣的生活 而是围绕着沈父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去写旧 伏声六计这样一个角度去来解释 这样一个作品的 除了男女主人公沈父和云娘 编剧罗舟在剧本创作中 创造性地设置了新人物 在云娘逝去后主动进入沈父生活的伴夏 伴夏为读者观众之眼 作为置身书外的第三者 观沈父与云娘的生活 真与幻 虚与实 在舞台上不断转换 展示出无求魅力 主创希望借由昆曲的一唱三叹 将主角二人的爱情故事转述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